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年代有个东北作家群 萧逢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东北作家群指的是1931年918事变 东北沦陷以后 由一批流亡在上海等地的文学新人构成的一个作家群体 他们以自己的经历感受来写这个抗日的题材 展现抗日斗争的现实 来倾诉对东北乡土思念的情怀 所以他当时是创作的三十年代中后期 文学创作的一个生力军 主要的作家有苏群 罗峰 萧军 萧逢 加上白朗 骆斌姬 端木洪梁 等等 所以五四以来新文学都是讲使命感的 讲感食忧果 所以东北作家群可以说是最突出的 就把这种旧王的主题 弦力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鲁姓非常看重 看重他的现实感 比如说萧军 八叶的乡村 很粗糙 但即使写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的 那个欲邪奋战 正面表现当时的抗日这个场面 几个战役 有点模仿苏联作家 法杰耶夫的毁灭 表现那种血一火的场面 悲愤壮阔豪放的风格 所以当时出版以后非常欢迎 这个一年之内 1935年出版一年之内就印刷了七次 萧军也是东北的作家群里面的一员 不过他的风格和萧军很不一样 他成就也更高 而且萧军是现在越来越述到 读者喜欢的一位作家 这里有多讲一点 萧军的材败出重 但是命运多减 所谓文章正命达 萧军的创作生涯 可以说提供了注解 就是一个人的命不好 很多苦难 但是可能文章写得好 所以萧军年幼的时期 他是个地主家庭出世 年幼的时期 他家里没有温暖 父母 家人对他都不疼爱 这是成年以后 他为了躲避包办非议 逃离家庭 就流浪到哈尔滨 就认识了萧军他们 后来跟萧军就结合了 他们一起创作 发表了生死场等作品 认识了鲁信 鲁信还为他作戏 他们在文坛就成名 后来他又有几度分音 萧军和萧军后来感情破裂 对萧军的伤害是很大的 后来萧军又和另外一个人 叫端木洪良 也是一个作家的 同居 他们到了 那时候正式抗战时期 到了重庆 后来到香港 两个人感情又是不融洽 所以萧军在家庭生活 感情生活 始终处在一种痛苦 绝望之中 那么这种心态 加上他童年的记忆 对他小说的创作是有影响的 还有就是到了香港以后 萧军多了病 家庭生活就那样非常艰苦 所以他是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 但是这时候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 他要靠写作来转移 来寄托 来宣泄 所以这个小冯 这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 非常重感情 在经受了国事 家事 多重磨难 经过那种孤寂 不信 迫害 那种讨喜 反而激发了他那种敏感的天性 激发了他对爱的憧憬 对美的追求 以及对那种非人性的那种厌恶 反感 这些都直接的影响到他创作 萧凤的创作里面 有一种悲怅的那种气息 他的成名作是生死场 中篇小说六万多字 不长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写二十年代 黑龙江农村那种严死落后 农民的苦难 第二部分是写三十年代 这个东北沦陷以后 农民的挣扎 以反抗 分为两个部分 亡国之恨 反抗的富豪 什么叫生死场呢 就是老百姓 普通人 生以死的土地 所以作者是一种忧郁的眼光 来注视这片土地 注视这个人民的悲苦的命运 有一种悲悯的交响 有一种悲悯的交响 所以鲁兴的评价是很高的 在戏言里面说 这就是生死场 自然不过是黑暗图 细事和写紧 剩以人物的描写 就是他细事写紧是比较好的 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 对于死的挣扎 都往往已经利透自备 对一个女作家用利透自备 这样来评价 那是很高的一种赞赏 这小说情节性不强 都是一些生活场面的简洁 用的是铺系法 但非常平实的 把老百姓的生 老百姓的死都写完了 都写出来了 这是一个代表成名作 但是这个更重要的作品 是富兰河传 富兰河传 富兰河传其实是四十年代写出来的 但是我们也放到三十年代这里来讲了 这个富兰河传 这是萧峰的代表作 也是风格独特的现代文学的经典 那么四十年到了香港以后 萧峰犯了会病 死亡的阴影笼罩 加上分音破裂 以目无亲 这个可怜的女人陷入了洁净 所以一方面要活下去 一方面要通过写作来寄托 对思乡的情怀 来抒发他那种愉悦的 孤寂的那种情绪 所以这个时期的创作 包括富兰河传 很多就是童年故乡的回忆 是对北中国风情的描述 可以说萧峰在这个作品里面 参悟了人生的产物 显示了他那个创作极高的才华 富兰河传一共七章 其实就是为故乡写传记 他的主人公是谁呢 就是故乡 他不像很多小说都有中心人物 富兰河传他没有什么中心人物 也没有什么连贯的故事 他写的就是故乡 富兰河写的是故乡的灵魂 故乡的精神形象 包括那个很严实的 一位落后的那种相风民俗 那种普通的 甚至非人的那种艰难的生活 还有平民百姓 他种种的希望失望 他的生他的死 他的底层的农村的那种人生的形式 所以读这个小说会感到 有一种弥漫前篇的那种 沉滞酸涩的那种气息 好像透不过气来 那么这种生存状况 太痛苦了 反而不觉得痛苦 以色列那种一味麻木 都过且过 寻反往复 所以我们看这个小说 如果能够跳出来思考一下 可能会问 这难道也是一种人生的方式吗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样我们就能感悟到一种所谓的哲学 忽然活着呢 其实是在悲苦的 抒情的气氛中 来反复思考 国民性的问题 以及人生的意义的问题 不过呢 萧峰他是作家 他不是哲学家 他不是像哲学家那样来思考 他更多呢 是凭他的质感 去把握这种现象 去细说这个人生 他写那个二十世纪早期 北方的农村 那种落后避谁 令人气闷 小说 比如说富兰河状一开头 就写了一个 一个富兰河 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大泥坑 一个很大的泥坑 这个泥坑 一下也就涨满水了 经常淹死一些麻痹 一些甚至夺弃人命 有些车到那边就陷进去 出不来了 但是年年这样 年年都是没人去管 碑记呢 是一遍一遍重复 所以他写这样一个大坑 当然是一个地方的一种情景 其实也是代表一种 层次的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社会心态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象征 小说一开头 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象征 这个小说写了很多 诸如此类的 无聊的事情 这个生命呢 就消磨在这些事情上 寻翻往复 好像谁都在这样过 谁都在当这个看客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这就是一种心态 一种过敏性 小说虽然没有曲折的故事 也没有什么刺激性 但这些场景 但这些场景 是吧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我们来看啊 里边写了有一个人物啊 他们也中心人物 写了很多人 其中有些人给人印象很深 比如说写了一个小团圆 媳妇 是个童羊 童羊喜 小女孩 是吧 这小孩才长到十二三岁 发育的比较正常啊 个子很高 做的一做呢 就壁直 做的挺着凶啊 走起路来风快 这天性非常开朗 总是在那边笑 两着眼睛咕噜咕噜的转 这是很正常的少女是吧 是一种很健全的表现 可是因为她是童羊喜 她的公公 她的婆婆就看不顺眼 说不像小团圆媳妇 长得高 做的直 眼睛咕噜咕噜转 不像个小团圆媳妇 需要管教她 需要给她下马威 三天两头要打她 是吧 最后呢 就把她打得皮开肉绽 重伤 后来生病了 她的婆婆啊 觉得这个孩子 生病 不是生病 是什么 都着魔了 她说也不去求医问学 不是求医问药啊 是请了一个跳大绳的 来骑鬼 来为她这个骑管那个魔鬼 那个跳大绳的呢 就来到以后 用了很多办法 胡乱的想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办法 来赶这个鬼了 所谓 最后啊 甚至想到 用一盆开水 让这个女孩呢 当众 泡了衣服啊 就在洗澡 把这孩子活活的就这样折磨死了 事后呢 她的婆婆 似乎也有点惋惜 人们呢 就编出了 这个小孩 这个女孩 她死了以后 变成了一个小白兔 这样一个神话 互相来传说 来告慰啊 所以我们读了这样的情节啊 感到惊心动魄 但不是因为她这个 光是这样做法是残忍的 奇怪的 她小说的意图呢 也不是揭露迷信 她是写一种一味的生活方式 所以小团严西夫 她的公公 她的婆婆 还有那些邻居街坊 她做这些 这个非人性的 残酷的挤动的时候 出发点呢 是什么 是善良的 是好的 像想让小团严西夫 变得归籍了 会过日子的 所以习惯在古老的成规中生活 按照几千年既定的法则来思考 是吧 安分 麻木 是吧 看不惯那些过分的 有过性的那些东西 甚至长得高一些 占得值一些 都是罪过 是吧 她自己过的是一种奴隶的 非人的生活 就像动物 像奴隶一样 但希望别人也这样 一代一代都这样 所以大家都当了牺牲品 所以小说就写出了这种传统 道德观念 制约下的人性的扭曲 灵魂的麻木 还有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的惰性力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 好像人们都是过日子 所有人都是过日子 没有意义 没有目标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活着就是一切 所以这是对人生 对这种生存方式的一种思考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一句凯探的说法 生就任其生 长大就长大 长不大就算了 老了就老了 死了就哭一场 埋掉 活着照样过 就这个是古老的千篇欲虑的生活方式 没有活力 也没有欲望 所以有的人说 这是表达一种大地的哲学 不管什么目的 都要自然的活下去 当然从超越来看 这是有一定道理 似乎跟章子哲学也有点关系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 这种哲学是有消失性的 在萧峰的体质 也许不是非常明确 但作品所表现的这种诚挚感 窒息感是批判性的 是对传统的人生方式的一种批判 就作家在思考人民的悲苦 人民的麻木 以及相应的中法制度所形成的 那种文化的心态 所以这是他的小说的内涵 他的价值 跟批判郭敏信也有一定的关系 下面我们从小说艺术的角度 也做一些欣赏 萧峰的作品 其实 这个是一种 他的小说 是一种诗话的小说 是一种诗话的小说 这个作家有多种类型 其中有一种是功利派 另外一种是才华型 那么萧峰是属于后者 是吧 属于后者 他主要是才华型的作家 这个文学创作确实是需要才华的 包括对生活的观察力 感悟力 还有以言表达的创新的能力 那么萧峰的创作方法和风格 是吧 是才华型的 我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他的风格 叫随性自在 随着自己的信任 自由自在的发展 不及惩罚 他曾经这样说 萧峰这样说 有一种小说学 说小说有一定的写法 一定要具备几种东西 一定要写契科夫 或契科夫的作品那样 我不相信这一套 有各式各样的作者 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又说一定要怎样才算小说 老性的小说有些就不是小说 柔头发的故事 一件小事压得喜剧等等 萧峰他是很放得开 有才气 不羁惩罚 他顺从自己的过性 他终于建立了最富有 过人特色的那种小说的艺术风格 具体来说就是 文体上的散文化和诗化 从结构来看 萧峰不喜欢严谨的 别致的结构 他的小说的结构并不严谨 都是采用散漫的 素描述的方式 这和鲁信 矛盾 老舍 以及同时代的其他很多作家 都很不一样 像生死场 里面是没有中心人物 没有中心 这个情节的线索 甚至不讲主次安排 西式对称 好像是没有装法 但是他主要用画面推移的办法 一个个场景 把他连缀起来 就营造了一个悲欢离合的人生的那种场景 弗兰合作也是这样 好像是印象是信逼由之 他好像是没有严格的构思 也是靠一个一个的画面 简介 这种以场景为足足的写法 很少见 大概鲁信的故乡 有点类似 但是这种写法 跟萧峰表现的内容是吻合的 因为它是回忆体 不是讲浪漫的故事 它是讲生活 不是为某一个人写传记 它是为他的故乡写魂 比如说第一章 富兰合作 作者好像领着大家走街窜户 走到哪里上哪里 没有固定的那种理由路线 他先是写大水坑 然后写十字街 二道街 小胡同等等 甚至他写到每个地方都有故事 比如说写完大水坑 他接着写王寡妇 一个市民 因为他儿子在水坑里面淹死了 发疯了 他写水坑就联想到 疯了以后 他仍然在卖豆芽菜 很神奇 这个疯子 疯了以后 还要生活 还要过活 又写到一个染房 染衣服的 两个学徒为了争 一个女子打架 一个将另外一个眼 按到缸里面 一个水缸里面 染缸里面淹死了 很快的人们就淡忘了这件事 他染的布照样 这个淹死人 那个水缸里面染的布照样 很好销 又写到扎彩铺 就是给死人 做那个积淀的那些用品 扎彩铺 扎出来的阴间 如何复利堂房 彩铺就是做那个死人生意的 砸出来的那些花圈 那些屋子 林屋 民屋 怎么复利堂房 阴间 让人看了 觉得活不如死 就是这样 一件一件 好像很滋慢 不讲装法 但其实这就是写 生活 是一种接近延伸态的生活 是一种散文化的写法 看起来很随意 但是它需要才华 它不是靠显在的结构 来支撑小说的实体 是靠一种才气 靠灵气 这可以称之为信灵之作 另外萧峰 他观察很细腻 表达也很细腻 他的才气 那种特优的韵味 就属于他过人 是不可重复的 这就成就了他小说的诗意 所以小说的 萧峰的小说 不光是散文化 它也是诗化的 在现代小说史上 是独际一格的 萧峰写小说 他放弃了金雕戏课 典型提炼 通常的那种写法 有时候他在小说中 直接扮演诗人的角色 把小说写得好像是一首诗 或者说是很有诗味的小说 像《富兰何传》 写我 就是主人 就是回忆体 我失去了人间以爱 失去了人间之爱以后 刚才说了 萧峰小说家里得不到爱 他就沉迷以 流连以大自然 结果小孩发现了 大自然很多的秘密 他是用诗心来写出那种神奇的感觉 下面我读一段 大家看看 这就是萧峰的感觉 是一种诗的感觉 花开了 就像花睡醒了似的 鸟飞了 就像鸟上了天似的 虫子叫了 就像虫子说话似的 一切都活了 都有无限的本领 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都是自由的 矮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 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 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 就开一个 不会结果的话 就开一个黄花 愿意接一个黄瓜就接一个黄瓜 若谁都不愿意 那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 一朵花也不开 也没有人问它似的 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 它愿意长到天上去 也没人管 蝴蝶随意的飞 一会儿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 一会儿又墙头上飞走一个白蝴蝶 它们是随家来的 又飞到谁家去 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是一种独以式 白描式的一种鼻触 显得就很痴作 很回环 是儿童的口气 儿童的眼光 就很随意 这文字显得有点自作 但是单纯 平时 让人联想到 感受到那些平时 不容易感触的那些事物 被忽略的那些事物 所以蕭蝴的小说是个奇迹 无论他的意境 情调 氛围 都会让人忘记 好像是读小说 有时候觉得是在读诗 或者读散文 其实这也是小说的一路 难怪蕭蝴到现在还能够赢得那么多的读者 这个蕭蝴的散文也是写得非常好的 像《商事街》 也是用非常优美的语言来表达 这是一个才华心的小说家 蕭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